全部馬筆準備,妥當第三場賽事 新馬1400米,新馬錦標 準備,一開閘時 智聖威龍稍為慢,旅遊世界也在後面 前面快的馬筆,見到 內蘭位置有這隻牛精仔 中間好威龍,第三位超剛速 外面第四位,還有飛哥 內蘭位置有這隻智聖威龍 大約尾三島 外面紫色衫,紫色帽,寬樂時光 尾以內蘭就是金槍俠 暫時包到尾就是旅遊世界 來的,開始跑這個就是 香港頭腰彎,牛精仔 帶頭飛哥第二位,後面 第三位的馬,外面有這隻好威龍 內蘭第四,智聖威龍 在後面的馬匹,有這隻金槍俠 超剛速,尾椅 位置就是旅遊世界,好像 很穩定,寬樂時光 現在還在這個包尾的位置 好,轉彎,差不多入直路 前面帶頭的馬,牛精仔 拍著這隻飛哥,智聖威龍 在第三位,在後面 還有這隻好威龍 超剛速,黃衫,內蘭,白鼻枯 就是金槍俠 大外擋,虧一點就虧一點,寬樂時光 一貞最後直路,前面透出 看到中檔有這隻飛哥 內蘭牛精仔也沒什麼 中間有智聖威龍,外面寬樂時光 吵枕聲上來 再跟著後面還有這隻好威龍 鬥到最後200,前面飛哥佔先 內蘭牛精仔,變成金槍俠 大外擋,寬樂時光追上來 最後100米,飛哥仍然佔 寬樂時光,撲上來這幾步 看看有沒有機會過 過端第一名,飛哥好像機會到先 真的很厲害 第二名,有這隻外擋的寬樂時光 也算是有拍照 第三名也是近的 賣變金槍俠 中間就是智聖威龍 終點那一步,真的是飛哥到先 好,結果是不是飛哥頂住 還是寬樂時光,飛哥 三個都是 嘩,大利是否這麼穩定 一直都不穩一條邊出來 開始追不到,才說穩 跑第三名是金槍俠 第四名就是智聖威龍 三一四二 金槍俠 這裡繼續保住冷坯 每次都是位置 但是飛哥在Win上面 扭歪了 嘩,好 今天看這隻寬樂時光 希望他要休息超過一個月 我覺得他要飽滿更好 其實說真的,他背著一三一在這麼後 追人家飛哥一一八 那個磅位的差距 飛哥就撐到底 而今天這隻馬的組團有少少搶後 一般計算 其實是空多吉少 但是他還是撐到底 用這個撐字 撐字 再成熟一點 他就會再轉另外一個款 是硬正一點的款 這場的頭馬獎金都超過百萬 準備一個頒獎儀式 新馬錦標 扭一扭歪的 其實都真的 沒有一隻二 屬於大歪 對 是這四隻的 對 一二三四 但問題是你 你脫掉那隻二 對 這隻二是跑那隻三 都沒有那麼難過 即是你這三重載 補回 嗯 是四就沒用了 那些四連環 恩之之 只有五十幾萬 四連環 除非你主... 只是主攻四連環 但... 沒那麼清晰 主攻四連環 除非... 其實最後看的票數 有些人就找一膽 去... 拖回冷門 即是拖一下飛過飛過 十二倍 一膽拖三六七是著架的 有人撞一下那些 牛精仔 一膽拖三六七 小Q就著架 好了 馬房第一場 綠色衣服 其實輸了 這隻綠色衣服 保重 這隻就... 不是很偉級的 很多人 今天還有... 有沒有機會興建馬堡 大運材那些 那些 所以跑了一場 是好的 寬落時光 如果知道那隻不停 他就打糟一點 好 好了 看看巡台影片 八檔起步 那些大業門 那些都一直拖著 然後飛哥呢 我看到六三現在在外面游 那隻 都... 掉了眼鏡 如果你說計那個 你再前去畫什麼圖 研究什麼步速 什麼走勢 你永遠都未相信 偉達會在這個位 早點 金槍合 就很容易 同意 貼著一條欄 守住他平時的位置 在後碟 無話可說 無話可說 你補充這場馬 你... 進落影片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那些 沒有的 老實 你要背到一三一 你覺得超過超人 你就盡量忍到最後 就不會跑傷隻馬 這些 很合理解釋 如果要他解釋的話 你可以這樣說 你說我留後一點 因為除了你說什麼重磅 就不想成為別人的 假想敵 因為... 你看這個勢頭沒問題 上來的時候不贏 智勝威龍都已經打到開花了 這個勢 看見好像追不到 多一點肉緊 好了 砌兩邊了 但死了 都不是很厲害 看見手撲動作越來越大 好像看見不死不動手 結果還是過不了 對吧 好了,我們看看正式派賽 跑第一名3號 飛哥 讀人派121.5 位置派14 跑第二名1號 歡樂時光 位置派10.01 跑第三名4號 金槍合 位置派31.5 連陽位1答3 位置派59.5 超過三名3號